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 《教师指南》第16篇 上主知识应该如何度日 我们昨天有读到这一篇的第6段 今天我们会从第7段接着来进行 我们来看看这个第7段的中间 他说 上主知识再也不去评估问题的轻重难易 因为他已经将所有的问题都交托给那一位 那一位当然就是指圣灵 那么他的解决方案是没有难易之分 这个宽恕或者说奇迹没有难易之分 因为幻象都是幻象 幻象没有大小之别 所以奇迹也没有难易之分 那么他不止现在是安全的 在幻觉侵入心灵之前及之后 他都是安全无比的 包括他放下这个幻觉之后 他都是安全无比的 那这个是透过圣灵指引我们去宽恕之后 我们逐渐意起我们的实相是永恒不易的 那我们就会内在越有那个笃定 然后越知道说自己的实相是安全的 那么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那个宝藏 这个是第八句 那其实他反映出来的就是说 在这个小我的世界里面 是没有任何真正的宝藏 因为这就是一个无常的世界 那么就是一个沉住坏空的世界 你要来这边寻求安全的话 你找到的都会是危险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有任何宝藏的 那么你一定会实时的处在恐惧之中 所以他这边在奇异课程里面 偶尔都会出现的这个安全 指的不是我们的人生安全 不是肉体上的 不是物质的 他指的是我们的实相 是永恒不易的 好那下面第八段呢 他说在人生的旅途中 上主知识一路上仍然会遇到各种诱惑 那遇到诱惑的时候怎么办 就是提醒自己什么才是自己真正的宝藏 或者说你提醒自己什么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因为小我会用各种的 不管是特殊的爱 或者是特殊的恨来诱惑你 好那该怎么做呢 尤其是当他在为世界的俗物操心挂虑的时候 他只能量力而为 这个量力而为翻的是有点偏调的 其实他就是尽力尝试 He can but try 就是他只能尽力的去尝试 但是如果说他有必成的信念的话 迟早会成功的 就是他一定会成功 因为是上主在你背后 不是小我 是你的力量 是上主才是你的力量 好 所以你如果是往上主那边去 然后做上主的事工的话 那么一定会成功的 这个是上主给你的保障 是他的承诺 好那他的内心必须十分清楚 成功并非来自于他 而是来自于天恩 就是上主的恩典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只要他求就会得到 好 那这边我要问你的问题 让你可以思考的一个就是 为什么常常觉得求而不得 好 这边写的好像非常的容易嘛 只要你求就会得到 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求 却总是得不到我们想要的 好 那下面第九段呢 他说远离这些怪力乱神 你就远离了诱惑 所有的诱惑说穿了 不过是一种想要取代上主旨意的企图而已 好 那他这边把这个诱惑的本质 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想要取代上主的旨意 那么奇迹客人 他在一些其他的地方 也有讲到关于诱惑 譬如说比较著名的在第27章 正文第27章的第7节 的最后面 大概倒数几段的那个范围 他也有讲到关于诱惑 好 那么诱惑 其实在这个宗教里面 我们可能想到的都是一些 比较表面的 譬如说这个性的诱惑 各种欲望的诱惑 身体的享乐的那种诱惑 但实际上你真的去了解 他最深刻的本质的时候 会发现 他其实真正的是 小我那个最深刻的秘密心愿 就是要取代上主 我们自己要来当上主 那我之前是用八个字来概括 就是自行其事 然后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就是自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所以我们非常喜欢判断 那么自行其事 就能突出我们的这具身体 还有我们的自我 好 那么他说这个企图听起来很可怕 但只是一种病态 他其实只是一种病态 意思就是说 只是我们的心灵生病了 但是其实他发生不了任何作用 就是说他其实不会真的怎么样 谈不上好坏 也谈不上任何的得到 任何的牺牲 也没有疗愈的力量 也没有破坏的力量 等等 也就是说 小我所营造出来的那个幻象 不管是如何真实 他仍然是幻象 幻象就是幻象 就是幻象 好 那下面这个第十段 他说世间没有遗物取代得了上主的旨意 简单来说 上卢之师应该把他一天的精力 都为这个真理来作证 那他一旦把任何的替代品当真的时候 他就被蒙蔽了 那这边可以连接到的是证文十八章第一节 那你只要看他的标题 十八字一的标题 就很明确 他的这个新版翻译也有点问题 他的原文是substitute reality 很清楚应该是翻译成取代实相 不是取代真相 取代实相 实相是指上主吗 那么小我就是要取代上主 那这个替代品呢 当然一方面指的是 你所面对这个世界 你追寻的那些特殊之爱 那些偶像 就成为上主的替代品 那其实更深的是指的你的自我 然后你的特殊性 这个是小我用来取代上主的那一个 然后下面呢 他中间 第十段的中间有讲到拒绝诱惑 而不把怪力乱神当真 那我们之前有讲解过这个怪力乱神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么如果你真的了解他的意思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他的这个翻译文不对题 那么他的原文是英文的magic 就是魔术那个字 那么他其实就是有取这个魔术的意思在里面 然后把它转换 那么magic这个字在 其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相信物质可以影响心灵 相信外境可以影响心境 这个是想要我不断努力要灌输在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个 长久以来根深底固的信念 但实际上呢 外境并不能影响我们的心境 心境是由我们的心灵来决定 物质也不能影响心灵 那是倒过来 这个物质是由心灵所创造 所决定的 那所以这个magic呢 我是比较建议把它翻成叫做幻术 幻象的幻魔术的术 所以这个幻术它可以让你联想起它的原本英文那个字叫做魔术 那么幻其实就是 这个幻呢其实就是提醒你说 你所相信的这些是妄念 然后你所看到的一些都是幻觉跟幻象 好那这样的话 因为它接下来整篇都讲到了这个magic 这个东西 那你只要牢牢记住我刚才所讲的它的那个定义呢 那下面的文字你就可以读得很清楚明白了 好 那么下面在第十段的最末呢 它有提醒我们 它说这个幻术是深深的扎根于牺牲及分裂之念 当它决定放弃幻术的时候 它所放弃的其实是自己不曾拥有之物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幻象嘛 所以放下幻象其实严格来说并不能叫做真正的放下 好就是我们只是放下自己不曾拥有之物 其实最后你会发现你其实没有根本就没有放下任何东西 那不管你放下小偶的世界或者说放弃 小偶的世界 而并不能说是一种牺牲 好记得我们前面讲到那个牺牲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说这个牺牲痛苦并不能算是一种牺牲 好那下面这个第十一段 第十一段中间第六句 它说除了上主的旨意之外 没有其他的旨意存在 而且上主的教师深知这一点 而且他知道上主旨意之外 其实全部都是属于magic 就是全部都是属于幻术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上主旨意之外 如果还有其他旨意这个一定都是属于小我 但是因为上主的旨意是全面性的 是无限它也具有无限性 所以没有其他的旨意存在 那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它刮好起来这句话 读起来蛮抽象的 不过这个其实是起义课程它一个最核心的要义 那它需要你在这个很多年的修炼的过程中 慢慢的去体会出来 就当你的这个自我在跑出来的时候 就是你正在想办法要去打倒 要去推翻上主的旨意 好 那后面的第九句开始 它说上主的教师必须善用每天每时 甚至每分每秒的机会 每一刻的机会 来训练自己看穿种种的幻术 并且认清它们是毫无意义的 就是看穿任何小我营造出来的那些幻象 好 那么你一旦不再害怕它们 它们就会知难而退 好 所以当你逃避它们的时候 你在增长你的害怕 然后当你看着它们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能够看穿过去 好 所以它 它不断的强调是look at 就是你必须要去看着的这些幻象 好 那么要去面对它 然后让圣灵来给你提醒 说这些不过是一些幻象 好 那你会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穿越过去 好 那说天堂之门就会为你重新的开启 它的光明会再度照耀在你清静安宁的心灵之上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第十六篇 教室指南 它的这个标题是 上读这诗应该如何度日 感谢你陪伴我一起研读这篇文字